今天000410沈阳机床走势比较强劲 在A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它基本上走势图能走在均价线之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气的 现在才有一点点粘合 在B这儿我们看到成交量有效的放大 并且拉出了一根长阳线 照这个速度收盘已经可能到达20平均附近 一般预测这样的个股 我们通常是把一根阳线 就是今天的最大正负 也就是今天的下影线和上影线 画一个三角形 来确定它未来可能震荡的一个区间 这种确定办法 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大部分案例中 这种震荡的思路还是比较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最大正负 然后以后是阻力震荡 它必然是围绕着一个中心 围绕着一个中心 比如说这根长影线的正中间 围绕着这个中间 进行上下的震荡 那么它的最大正负就是三角形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那么它的走势呢 就是可能冲到这儿再回到这儿 再回这儿再到这儿 由于它的价位比较低了 再往下突破的可能性 一不大 第二个呢 可能突破以后啊 力度也不会很大 这个 目前来说 它的方量 就是一个接近底部的过程 或者说呢 像一辆 一辆汽车 一路下坡以来呢 踩了第一脚刹车 第一脚刹车 整个 速度就减缓了 下跌的速度呢 有可能经过这个阻尼震荡 三角形以后呢 下跌速度会有所减缓 那么 直接往上攻击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很小 很小 一般来说 一个三角形 如果位于一轮滚滚地四下来的时候 它还有惯性 是继续向下的 这里只能是第一脚刹车 减缓了一下 速度而已 而很难在这儿形成 一个底部曲线 那么底部曲线在哪里呢 我们模拟一下 即使把120线 以最理想 最快的速度下沉 等待三角形 爬上去 六四平均线同样 模拟成最快速度下降 那么它 11月 12月 1月 2月 也要到2 3月份呢 才能形成现在这种态势 就是说 可能未来股价 有望这儿 向上切入 切入2N3 或者呢 冲到2加3区间呢 发动一波行情 那是比较遥远的事 所以从眼前来说 今天这根长阳线 仅仅是第一脚刹车 没有 还没有到我们应该进场 建长的时候 没有到建长的时候 我们还要静观其变 等它震荡完了以后 看看它往哪里突破再说 我们的资金呢 要避免参与这种无畏的 2-3区间的震荡 因为在2-3区间 震荡完毕总是跌 在2-3区间 震荡完毕总是跌 我们的资金如果在这种地势里面 将会很被动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行情呢 我们要做2-3上面的三角形的阻力震荡 2-3的三角形阻力震荡的终端介入 所以这个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一个是在2-3 未来的2-3的上面 形成一个三角形 在这个三角形的末端 就在这切入 那是两三个月以后 而现在是在冷空气带的下面 2-3区间 切不可介入这种 无谓的盘整 不管怎么说 有第一角刹车的股票 总比没有第一角刹车的股票要好 有的股票连到地道现在还不放量 刹车都不刹 那还要关心下电 所以对这个个股呢 沈阳机场呢 有刹车我们就有理由呢 多关注它 多关注它 真正建仓的时机呢 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透露给大家 这个我们这儿如果发出 建仓 这个建议啊 或者说我们建仓了 通知你 要到什么程度啊 要到这根线 这个DIF呢 穿到这儿 这根线 这根是 临着线 要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才做买进 才做买进 所以你要等的话 你就等这儿 那么这个是 是十二月份 还是一月份 还是在两月份呢 不知道 哪一天上去了 我们哪一天 呃 才才有建仓的 意思 当然了 如果当时比它更好的个股 还有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 啊 去强 啊 叫什么 强 啊 强的个股 啊 抛掉 肉的个股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呃 我们不仅 考虑第一脚刹车 使它的速度减缓 我们还要考虑到 今后一个最佳的 切入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而且切入的时候 到底是切入的 呃 哪一个个股啊 同样是 个股走强 每个个股的情况 又不一样啊 考虑 要要要充分的 充分的 全面的考虑 那么对这个个股呢 我现在的 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区间 呃 零下区间 这就叫零下区间 整个零下的区间 一直要到这个地方 都做官网 都不做买入 明白了吧 就DIF零下区间 不做买入 啊 感谢观看